我们接着就讲这个咒谈品 第五 六指示众云 此门咒谈 言不看心 依不看境 那个言就是本来 本来不看心 这个顿教法门 六指讲的 修持的是一个法门 咒谈 不看心 然后也不看境 不看这个境 清境 意不是不动 也不是不动 若言看心 心言是妄 假如说要看心的话 那我们能够看 以及守看 都是妄 都不真的 都是妄心 那么知心如患 故无所看 知道这个心如患 好像神悟空七十二变 它不止千万变 它很会变 所以心如患 所以无所看 那么肉眼看境 只要说我们要看境 那么人性本境 我们这个自性本来就清静的 那么由妄念固 覆盖真如 我们有妄念 所以把那个真如 覆盖 把它盖起来 已经怎么样 覆常盖起来 只要没有妄想 但无妄想 性自清静 只要我们没有妄想 它性就自然恢复清静了 那假如说我们有妄想的话 那个妄念就覆盖真如 所以我们这个性就不静了 就动荡不安了 非常嘈杂 起心看境 却生静旺 我们已经起心动念 要来看这个清静自性 那么这个时候 却看到旺 看到那个静旺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起心动念 就已经偏了 已经不正确了 那么旺 无触手 这个旺 它就是没有体 旺 没有体性 所以它没有住的地方 没有触手 就是守在 没有方位守在 这样了解吗 这个旺 我们以前不是有讲那个聚吗 各位还记不记得 真心不漏思维 忘心本无触手 三季求心心不有 心不有刺望远空 望远空刺吉菩提 不像光中常自在 有没有印象 有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哇 萌萌 浓浓浓 有啦 不会听过 再讲喔 真心不漏入思维 忘心本来无触手 三季求心 心不有 三季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就是三季 我们要求心 求过去心 求现在心 求未来心 求不到了 所以心不有 那么心不有刺望远空 我们既然心都求不到 我们心的攀缘 已经攀空了 望远空刺吉菩提 你攀不到远 你攀不到远 就是已经进入真如本性了 无相光中常自在 我们那个佛光 性光没有形象的光 它自有自在 你会记得吗 再念一次 真心不漏思维 忘心本无触手 三季求心 心不有 心不有刺望远空 望远空刺吉菩提 无相光中常自在 可能各位都有记起来 对吗 有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说这么多没印象 这个是真的很够分 要用一点心 所以这边这个望远没有触手 我们真心因为是绝对体 不漏入思维 一思维就是有对待 所以真心不漏思维 忘心本无触手 就是忘心没有提 他没有住的地方 没有放位守在 所以无触手 底下我们就讲解过了 就了解 所以三季求心就心不有 那心不有的话 忘远就空了 我们要攀圆 那个圆你就无所攀了 那么忘远空刺吉菩提 你攀不到圆 那一个要攀圆的是谁 就是我们的菩提之性 所谓无相光中常自在 所谓无相光中常自在 这样了解 我们菩也要会 一思也要抖 这样才可以 那么看者是忘 我们要看 看镜 起心看镜 那个看者是忘 镜 无形象 那个镜 我们那个自性本清静 那个镜是没有形象 那么切立镜像 我们起心看镜 要把那个镜 有一个镜像出来 这样就已经不正确了 圆是功夫 讲这个是看镜是功夫 奏此镜者 仗自本性 就是这个镜觉 就障碍自己的本性 却被镜谱 就已经被这个镜绑住了 要这个这个奏禅 被这个奏禅怎么样绑住了 善知事 若修不动则 但见一切人时 就说我们要修这个鲁鲁不动 我们要修鲁鲁不动 但见一切人时 不见人之是非善恶够患 就是人的这个是非 人的够恶 就是他有够错 有这个患错了 我们都不见 看到人的时候都不见他的一切 那么这个就是自信不动 所以六指他是站在我们那个咒用上面来讲 咒用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比较怎么样 行此的时候比较困难的 六指在这个困难上面着眼 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入手 就看到人的话 不管他善不管他恶 这个叫鲁鲁不动 这个叫鲁鲁不动 容不容易 我们哥以前选 我们都颠倒 为什么 我们别人的够错 这个先好 一点点 我们都不放过 我们自己的够错 很大了 我们都把它放过 我们都不管他 别人一点点够错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那个鲁鲁不动 修不出来 所以六指教我们 这个鲁鲁不动 本性 就是不要去看人家的 所作所为 别人所作所为 跟我们都没关系 他行功也不分给我们 他照过 我们也不用去承担 所以不用去管他 这样了解吗 你比较清明 有没有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了 我们去管别人的思维 我们这个负担也蛮重的 只要你都 别人怎么样是他的事 个人吃饭 个人饱 不能说 这个我肚子饿你帮我多吃一点 懂不懂意思 善知识 迷人 身衰不动 就是说 打坐的时候 坐禅 身衰不动 开口 便受他人 这个是非常短好二 一开口就讲别人 这个实在我们凡人都这样 一开口就讲别人的是非 那么 以道 这个违背 这个跟道已经相违背了 已经不是道的 若看心看见 极藏道 我们要看心看见 这个就是障碍 这个道 已经障碍了 这个六子四仲云 善知识 何名奏禅 什么叫做奏禅呢 此法门中 这个奏禅的法门 无障无碍 就是没有障碍 外与一切善恶境界 心念不起 外面的所有一切善恶境界 我们心念都不起 名为奏 这个叫做奏 那么内见自性不动 名为禅 已经看到我们的 如如不动的本性 这个叫禅 他已经奏禅了 各位前选 这样奏禅容易 只要外面一切善恶境界 我们心念不起 那么自己本性里面 如如不动 我们都了解了 这个叫禅 这个叫奏禅 很容易 对不对 不是身体去做的 善知识 何名禅定 现在说 要奏禅就是追求禅定 什么叫做禅定 外离向为禅 就是外面能够离向 已经离向了 我们心就轻了 所以这个叫做禅 那么内不乱为定 因为外能够离向 内就不乱 我们外不离向 内就乱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能够外离向 就内不乱 那么外落着向 内心急乱 外面了 已经着向了 不管是好 不管是坏 我们心里面都已经乱了 已经乱了 已经乱了方寸 外落离向 心急不乱 外能够离向 然后我们心就不乱 所以我们被形象左右 蛮厉害 所以要透彻了解 透彻了解以后 能够离向 外面都能够离向 能够看到形象 再沉就不染沉 已经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在凡尘 可是我们都不染沉 不跟凡尘感染 那么这个样的话 心不乱 自信自建自定 我们自己的本性 自己就清静了 自己就能够有定力 所以我们那个性 它就本身就有定 定力都有 只是我们呢 怎么样 把它覆盖 使那个定力不限 那只要是我们 发现到本性以后 定力就会慢慢呈现 那么定力呈现以后 我们智慧就有 智慧有 定力又增加 慢慢的互相帮忙 就能够达到佛的那个境界 那么只因为啊 见境施境 极乱 因为我们 见到外面的形象 我们会去想 那么去想了以后 内心就乱了 若见知境 心不乱者 是真定的 已经看到所有的景象 那么心不乱 已经怎么样 了解到真理了 心不乱 这样就是真定 已经真定 甚至是外离相 极禅 内不乱 极定 禅定 这个才真的叫禅定 外禅 内定 视为禅定 菩萨戒经云 我本性原自清静 这个菩萨戒经 就是匹尼 这个匹尼里面呢 他讲的经也是蛮多 他后写本来是想把它超过来 他想一想说 他蛮 他是讲一切知法 究竟无垢 不要插耳 听就好了 一切知法究竟无垢 能啊 怎么样 我们能够 这个 反观 反视 那么 就能够见到 这个究竟的匹尼 这个匹尼就是戒律 因为他范文的本来叫做匹尼 所以这个戒 那个戒经 就是匹尼 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本性里面 他本来就具备 具备啊 具备啊 究竟无垢 知法无虎啊 知法没有板柱 无虎 究竟啊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回光返照 就能够达到究竟匹尼 就是已经能够守治之一些戒律啊 所以这个 里面就讲说 我本性 原自清静 那个原就是本来啦 我本性本来呢 就是自己都清静的 善知识 于念念中啊 自见本性清静 自修自行自成佛大 所以那个念念啊 就是呢 我们讲过 各位念念看 那个念念什么意思 不生不昧的绝招 叫做念念 我们有时候会说念念无间 没有间断 念念不语 就是不落入对待 这个念念呢 这个六祖最常用的啦 就是说我们能够了解到 一念念之中呢 自见 自性清静 自己看见自己本来呢 这个本性都清静 然后自己修自己行持自成佛大 很容易喔 对不对 不困难啦 这个做产品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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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做的做产品比较短